好 来看到在成功大学 因为不少学生染疫 学校紧急公布了自强校区 要从今天开始到29号 都是停止实体上课 改为线上两周 但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先后呢 发出两封给师生的通知内容 是不同的 所以学生会就表示 没有办法接受学校 任意更改停课的标准 深夜发出声明指控校方 是出了反而一孤行 微信禁失 校方表示南部的疫情 不像北部那么严重 同时应该要兼顾 想要实体上科学生的权益 而对于远距的标准 他们必须要严格的把关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针对远距教学 学生会的声明 也说希望校方 能够信守承诺来实行 远距教学 千万不要一意的孤行 那么持续我们可以看到 疫情现在确实 在校园已经扩散开来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 全台湾有1807所 实施了部分班级的停课措施 那么停课复课是不断的轮回 师生家长真的是 乱糟糟的 现在全国中小学校的 这个校长协会 还有立法院法治局 都已经向教育局正式提出 希望从国中会考结束了隔天 也就是5月23号 至少先停课两周 改成线上教学 教育部的回应了 如果学校实施的话 暂停实体 课程人数增加 造成学校在运作上发生困难 学校能够调整授课方式 疫情烧进校园 根据统计全台有 1807所学校实施部分班级停课措施 其中北市确诊人数曲线飙升 从8号6903例 15号已经突破1.8万 立法院法治局就建议 直接停课到5月底 或学期末6月底 避免反复停课 增加失声染疫风险 北市议员有时会痛批 校园疫情严峻 教育部却放任停止 到校上课决定 由各校自行决定 或许教育部应该统一规划 以免停课复课 无限轮回增加失声染疫风险 教育部让各县市教育局自己决定 各县市教育局又让所有学校自己决定 才搞得现在这样 有的停有的不停 有的实体有的远距 然后让校园的确诊状况 不断的攀升 两层中小学生请假 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 也向教育部正式提出 希望国中会考结束后的隔天 也就是23号 至少先停课两周到6月5号 停课新制高的失声家长一团乱 老师线上线下兼课 不但无法兼顾教学品质 也担心病毒在校园流窜 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理事长张信物提出 政府可于疫情曲线高峰期间 先暂缓中小学实体课程 连约两周改线上教学 对此教育部回应若学校实施暂停实体课程 人数增加造成学校在客务运作上 发生困难 学校可调整授课方式 尤其这个高山国山 能请的大概都请了 所以一旦全面要停课 配套措施一定要出来 不然国小的家长 大概全部都要跳脚 不过这一步不拟定 全国统一标准任由各级学校自行斟酌 也没有任何配套措施 真的是一切自主应变 让家长不该如何是好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白鲁疫情持续延峻 很多确认者现在没有药能够用 胸腔重症科的医师苏一峰 最近跟大家分享 根据西班牙研究发现 如果确诊者使用化痰药 NAC可以减少四成的死亡率 虽然他表示说 NAC全台各医院药局都没有缺货的问题 但是可能发文一出引发了关注 现在很多民众到药局 想要来找化痰药 药局就说了 这类成本的商品都缺货 努力的在补货 那么苏一峰医师再次发文说 在话谈药物研究证据 还是比较偏做的 这个他也知道 只是这个药品已经没有专利了 所以不太会有厂商出钱做研究 强调大家不要来吞药 不要造成药局药师的困扰 中央指示北北基 讨要优先来增设大型的筛减站 再有九处媒体报道 卫福部的医服会执行长 文毕胜说台北跟新北政府 叫不动地区医院 跟大型的教学医院 但这话一出 让双北市长都动怒了 侯友宜怒抢中央 不要在前线春风陷阵 泼冷水 叫他们亲和一看 本土疫情延烧 总统参议文再度要求北北基 桃在增设大型筛减站 但却有媒体爆出 卫福部医服会执行长王毕胜 抢双北市府 说只能以联衣系统设置筛减站 明显叫不动地区医院 和大型教学医院配合 认为县市政府和医疗体系 平常就要联络感情 否则临时叫人家坐 怎么可能 听到叫不动医院 让侯友宜动怒了 侯友宜气扑扑 强调面对疫情海啸冲击 新北永远走在最前端 执疑中央没说声加油鼓励 却满是批评 双北也同声呼吁 认为增加筛减站效果有限 而且柯文哲也说 PCR量已经被卡住 接下来的确诊黑数 只怕会越来越多 记者宁又沉沉一肉 特别报道 在基隆 两岁男童确诊 连续医院难收治 不幸丧命 对此前立委孙大前 质疑说医院怎么会满床 指挥中心不是告诉大家 医疗量能都准备好了 足够 为什么现在儿童的 家户病房却不够了 两岁的男童 其实这个案例 让大家觉得很心痛也很难过 更无法置信 就是你今天告诉我医院满床 医院怎么会满床 你指挥中心不是告诉我们说 你所有的医院医疗料能 都准备好了吗 医疗料能还很充分 每一个县市都有足够的病床 为什么医院会满床 因为医院缺的是儿科加户病房 那问题就来了 台湾有足够的时间看全世界 在Omicron案例的发展 我们不要看其他国家 就看美国就好了 美国当时在上一波疫情 反扑的时候 受到攻击最严重的 就是婴幼儿童 所以美国当时 不管是像德州或者是佛州 他们几乎整个州都没有一个 儿童家户病房了 整个儿童家户病房爆满 就是因为儿童在当时是 接受到保护最少的一个族群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难道没有学到教训吗 我们有一年的时间 我们既然决定要开放 跟病毒共存 我们当然就应该了解 当你全面开放之后 受到病毒无差别待遇的攻击 最危险的就是长者跟幼儿童 在这两块 我们当然应该要准备 足够的专责或者是家户病房 你现在两手一摊跟我们说 儿科家户病房不够了 这算是什么样的一个答案 这个两岁的孩子 原本可以不用离开人世的 他的父母原本不用一辈子 背着这样的伤痛跟内疚 可是就是因为 今天你政府没有病房 而且这件事情 不是发生在离岛 是发生在我们北北基陶 其实是很靠近 对 这发生在台湾最繁华 医疗量能最高的地区 都能够告诉我们说 现在没有儿童加入病房 更何况拼远 对 全部满床 那你指挥中心 每天还要出来唬烂 自己的倾销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给大家推荐 旺旺水神机 有种比较大的一种物化器 大的物化器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这两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买这种小型的物化器 怎么买呢 来 这边有个QR Code 买的话请你输入 CTI285